朱祁钰做了皇上后,才真正体会到做皇上的滋味,原来这就是做天下之主的感觉。 怪不得那么多龙子奉孙滋滋一求,汪美玲也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后。 她享受着被别人朝拜的快感之后,就让宫女带着太监来拆原皇后的家,让她马上搬出昆宁宫。 皇后受到惊吓,忽然肚子一阵疼痛瘫坐在地,幸好刘太一及时赶来,对着宫女就是一巴掌,之后将所有人赶走。 然而皇后由于惊吓过度导致早产,在经历过非常人的痛苦生产后,终于生下了小皇子,这也是给朱祁针最好的礼物。 随后皇后不顾自身的安危,拖着虚弱的身体,抱着小皇子来向朱祁钰表忠心,说小皇子长大成人后,一定会好好孝敬皇叔,希望早日把父皇接回来。 朱祁钰听后也立马向皇嫂发誓,表示自己会想尽一切办法救回皇兄,等皇兄回来自己一定交出皇位, 让她不要多想,皇后听后也放心不少,可为了自己和孩子的安危。 她还是主动提出要搬出昆宁宫去往南宫居住,朱祁钰看皇嫂还是不放心, 于是对天发下的重事,我朱祁钰绝无贪恋皇位之心,若有半句假话,老天罚阵凿死请无后。 没想到她的这个誓言,在不久的将来还真的应验了,皇后还是有自知之明,表示自己住在南宫亲近方便给皇上祈福。 在她的要求下,朱祁钰也只好答应下来,这边野仙的妹妹托布花不小心被野狗咬伤,很快口吐白沫全身抽搐,疯狗并复发, 所有大夫都无能为力,包括成十三,这可急坏了野仙,很快她找来了萨满巫师,在俘虏营中挑选一个头上长两个旋的人,要挖心肝作药引为托布花之病。 允贤为了保住同伴的性命,于是硬着头皮自告奋勇地站出来,表示自己可以治好她妹妹的疯狗病。 来到军营,允贤试了几个方法,都不见郡主好转,野仙已经失去耐心说着,就要把允贤拉出去砍了。 允贤突然又想到一个办法,她让人找到咬人的狗,取了脑碎,将脑碎附在伤口处,又找来土鳖虫捣碎将其灌下,没一会郡主就安静了下来。 经过允贤的条理,托布花的病也慢慢好转,可允贤由于体力不止晕了过去,野仙这才发现允贤是个女人。 于是让人将允贤擦洗一番后,发现允贤竟然是曾经在永庆安救过她一命的活观音。 她急忙将允贤抱到帐内,叫来承13位允贤治疗,野仙为了感谢允贤的救命之恩,表示可以满足她一个愿望。 允贤听后表示要去看看皇上,原来皇上被抓后一直被关在这个地窖里。 经过允贤的求情,野仙终于将皇上放了出来。 这天晚来小公子的马金了,在这危急时刻,朱祁镇挺身而出救下了小孩,随后驯服了这匹野马。 他的英勇表现成功俘获了这位草原美女的心。 这天朱祁镇和允贤在帐篷私会,正好被野仙看到,顿时粗意大发,对着朱祁镇一顿嘲讽,并说出了大明皇帝一主的事。 朱祁镇得知自己地位备废,自己的弟弟朱祁鱼做了皇帝后,他顿时心灰意冷万念俱灰,一口鲜血喷出晕死过去。 允贤使出回身解数,也没能救好朱祁镇。 眼看朱祁镇已经奄奄一息没了气息,拖不花响出了蒙古族最古老的医术,将牛沙了把朱祁镇塞到牛肚子里。 没想到奇迹果然出现了,朱祁镇在牛肚里待了七七三十六分钟后,竟然恢复了心跳和呼吸。 然而被救活的朱祁镇,却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,万念俱灰不吃不喝,也先看朱祁镇半死不活的样子。 他可不想让朱祁镇死去,因为他还要打这位朱祁镇夺位的旗号起兵京城。 于是他趁着朱祁镇还剩最后一口气,让人抬着朱祁镇出兵京城。 这边朝堂上一帮贪生怕死的大臣,建议朱祁镇立即迁都南京,或许还有一丝生还的机会。 而朱祁镇也不是贪生怕死之辈,发誓要死守京城,此战若败则大名王,此战若圣然大名昌。 很快也先的部队大举进攻京城,而朱祁镇还不吃不喝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。 一旁的允贤在不停的安慰开导,希望能唤醒他的斗志。 这时朱祁镇看到外面死去的将士和无辜的百姓,他终于有所动容。 允贤趁机告诉他,皇后生下了皇子,朱祁镇已经立位太子,不为别的也要为他的儿子着想。 在允贤的劝说下,朱祁镇终于恢复了生机。 晚上朱祁镇独自站在御花园,想着和允贤的点点滴滴,这时汪美玲过来,一把搂住朱祁镇,表示明天一战还不知生死,希望皇上能给他的机会。 在汪美玲的再三恳求下,朱祁镇的心终于软了下来,在昆宁宫宠幸了汪美玲。 隔天也先的大军来到紫禁城下,对皇城发起了进攻。 虽然瓦剌士兵骁勇善战,给抵不过大明士兵手中的火枪。 经过几次冲锋,瓦剌士兵损失惨重,这时也先将朱祁镇压了出来,表示是朱祁镇谋朝篡位,让他立马打开城门迎接皇上进城。 随后他又叫来程十三作证,就在大明士兵犹豫不决时,朱祁镇纵身一跃将身边的士兵打飞。 之后手起刀落彻底击杀了程十三这个叛徒,此时朱祁玉站在城墙上发誓,自己绝无任何杀军篡位之心,之所以临时登机,也是为了大明不能落入瓦剌之手。 现在将士们即可与我冲出城门救出皇兄。 这下也先的阴谋彻底失败,他一怒之下就要杀了朱祁镇,然而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,天空突然降下几道雷电,将也先劈倒在地,看样子朱祁镇还真是真命天子,连老天都在帮他。 瓦剌士兵看也先倒下,瞬间军心大乱,所有士兵护着也先边打边退,此时的朱祁玉看到了死去多时的心爱之人,他奋力杀敌想救回允贤。 科瓦剌将士众多,最终朱祁镇和允贤还是没能逃跑,回到军营的也先已经奄奄一息。 眼看也先生命垂危,也先的弟弟跪在允贤面前,祈求他能救救也先,虽然也先是他的敌人,但他作为一名医生,不能见死不救。 可这雷击之政允贤也没十足的把握,经过允贤的抢救,也先竟然没有一点反应。 这时允贤竟然做出一个惊人举动,一口吻在也先嘴上咬住了他的舌头。 几秒钟过后也先竟然奇迹般的活了过来,这也让也先误以为允贤爱着他,也先看大明气数未尽。 只好压着朱祁镇先退回了草原,回来后他就让朱祁镇和背负的士兵一起去矿山淘金。 而允贤则跟着萌医学起了医术,这天也先拿着一件白色披风来向允贤求婚。 自从允贤两次救了他的命,也先就对他产生了深深的爱意,没想到被允贤当场拒绝了。 你我之间有国仇家恨,我怎能卖主求容嫁给你。 也先听后无比愤怒,拿着鞭子对着披风一顿乱抽,这样还不能消除他内心的恨意。 之后命手下将允贤拖去矿山,和朱祁镇一起淘金。 这边朱祁镇得知允贤还活着的消息,立马跑来问皇后是怎么回事,皇后身边的宫女告诉他,允贤为了逃脱汪美玲的追杀,所以才出此下策。 当得知事情的真相后,朱祁镇一怒之下都要废了汪美玲的皇后之位,这时孙太后走了进来,当皇上大骂一顿,还当面烧毁了圣旨。 这让朱祁镇深深的感受到,自己这个皇上当的窝囊,时间转眼到了冬天,朱祁镇无时无刻不再想着逃跑的计划, 他让士兵们每天省出一些食物,等口粮存足看准时机快逃跑,然而也先为了让允贤低头,他将俘虏们食物缩减了一半,这可让大名将士吃尽了苦头,自己的肚子都吃不饱,那还有粮食存储。 这时,士兵李三表示要出去挖野菜冲击,没想到野菜没挖上,却发现不见了看守他们的瓦剌士兵,这可是千载难逢逃跑的好机会,于是中祁镇让大家带上吃喝立刻出发,没想到天气太过恶劣, 将士们饥寒交迫还没走多远就体力不支,无奈只能找到一个山洞休息,不要半夜却被狼群包围,好多士兵被狼群活活咬死,幸好朱祁镇指挥将士冷静应对,才将狼群击退,朱祁镇带着大家,在茫茫大草原上走了三天两夜,却也没能走出这片草原,很快就被野仙的士兵追来,当他们抓了回去,这下可惹怒了野仙,还要将朱祁镇无马分尸, 说着就让人将朱祁镇给绑了,眼看朱祁镇就要死于这十大酷刑之一,允贤却大骂野仙忘恩负义,还说自己阿根就不该相信,他对自己是真心的。 在允贤义正言辞的骂下,终于说服野仙放了朱祁镇回到帐篷,允贤向野仙提出一个条件,让他放了大明所有的士兵,自己就嫁给他。